應該說可能因為我外型吧 那就會比較備受矚目 畢竟有時候可能連你去上個廁所 大家看到他說這裡你是不是走錯了 但我跟他說我是女生 但可能又是因為我身高和髮型 那基本上應該說 從以前到現在我就是做自己 畢竟我從事了這個項目 我想要追逐自己有更好的競賽成績 更好的人生成就 那我會希望說我可以把時間更專注在場上 那如果說我今天留了場頭髮 我還要花時間去整理還要去洗 我可能這一套梳洗下來 早上練完我中午的時間 休息的時間都沒了 我就要準備去下午訓練 那我沒有一個良好的休息時間 我怎麼去有好的訓練狀況 那其實你說就是這件事情就是會大家會 就是新聞媒體會這樣包裝 其實我覺得就是人家愛怎麼說 那是人家去就是就是 話是就是嘴巴是長在人家身上 那你沒有辦法去干涉說他想要說什麼 畢竟我們處在一個這麼民主的社會 對那人人都有發言權嘛 那你可以有你的發言權 我可以有我的就是自主權嘛 對我想要做什麼 那我覺得我不需要去受你的傳統的科版印象所限制住 對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說 你說去年是影賽的事情對我有什麼影響 就是當然會難過的就是可能比賽這麼辛苦備戰 然後一塊獎牌沒了 那可能一個更好的一個經濟來源沒了 對當然對於我來說會比較難過的是這個 那你說人家愛怎麼說酸民怎麼講 那我是覺得還好 對啊 因為畢竟亞運完之後這些人在哪裡 當然就是有些文字你看在就是你看在眼裡 你也會是心裡會不舒服 但這時候我們只能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自己說 嘴巴是長在別人身上 那他們愛怎麼講讓他們去講 對那我們能做的就是我們做好自己 對我們問心無愧就好 畢竟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事實也證明了這不是這樣 而且更何況就是這個過程當中 根本就是不符合一個規範 然後你還要拿出來說嘴 我就覺得你這是不是有 有點刻意還是想怎麼樣 我就覺得很疑惑 對啊覺得很好笑